嘉義東石鄉外閃頂州海域 發生了翻船意外 一名王姓船長帶著自家的船員 跟四名維修人員 原本要去外閃頂州登塔 維修爬梯 但突然海上變差 船隻翻腹 六個人落海 船長被找到的時候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船頭的交法 發現翻腹船隻跟受困民眾 還巡緊急啟動救援 差不多了 大家接住救生圈繩索跳下水 還尋用拖曳的方式 把四人陸續拉上岸 翻船意外就發生在清晨五點多 當時這四名維修人員 為了要維修外閃頂州登塔的爬梯 從嘉義坐上王姓船長所開的交通船 加上一名船員 當時總共六人在船上 不過就在快抵達目的地時 海向突然變差 交通船翻覆 四名維修人員落海後 攀覆在船底 不過船長跟船員 已經被強勁的海流帶走 貨爆有船隻翻覆海巡出動直升機巡防艇 進行海空搜尋 經過兩個多小時 船員跟維修人員順利獲救 至於船長被找到時 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明顯死亡 我們後來在十點四十五分左右 在船船翻覆的地點的大概 東北方的五點三海裡附近 來做巡貨 根據瞭解 獲救五人被找到時 都有船救生衣 但王姓船長卻沒有 而事故發生原因 仍帶離親 記得張船長 下一報導 仍帶離親 桧 桑 桑 桧